這樣變成是六分的差距 這個要追分對於夢想家來講就相當困難了 今天看起來國王隊非常有機會在自家組上 繼續把他們連勝延續下去到六場 那夢想家則是要在二連勝的情況之下 寫下連勝之旅的句號 我在前一波的暫停 其實國王隊也很明確 就每一個人都撲到三分線外 那其實籃下有非常大的一個空間 但是永勝沒有選擇往裡面跑 再選擇一個出去的一個三分球 那但是沒有投進 那確實是在 那這對於球員來講就是需要教練這樣不斷的來激勵 這次的發球發得非常不好 那這樣子就比賽就... 對 就放掉了 就放掉了 對 對 在國王隊這邊也不會攻了 那等於說在自家的組場 在新北的城堡 國王隊要寫下六連勝 也是最近八場比賽的七場比賽的勝利 國王隊在自家的組場最終是以一百一十一 比一百零五 擊敗來訪的摩爾摩莎台信夢想家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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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